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视频的您,永远健康幸福快乐,文观察者网王会,夏威夷基拉维俄火山,Kileo Volcano自三日大规模喷发后,活动暂缓,当地居民能纷纷驾车回家,在火山再次喷发前,强旧家当,据《太阳道9日》报道,当地居民基斯,布洛克Kids Rock的房子是被火山毁坏的36处建筑之一, 他回家后在自家后花园,看到的却,是熔岩喷的比数还高的可怕景象,他说,火山爆发声音震耳欲聋,地面上下晃动,相机都很难拿住,基斯,布洛克在后花园,看到的火山喷发的场景图,自太阳道下同,据美国夏威夷州政府网站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,当的时间,5月3日,位于该州夏威夷岛,ISALANDOF和YE,非洲府火努鲁鲁所在岛, 德基拉维勒火山,Kileo Volcano突然大规模喷发,火山喷发引发地震,继5月4日当地发生6.9级地震后,5日再次发生5.7级较大强度阶震,火山喷发产生的有毒气体,粉尘严重威胁健康,火山,地震还造成地裂,森林火灾等次生灾害,毁坏房屋,道路,通信等设施,基斯,布洛克Kids Rock的房子 是被火山毁坏的36处建筑之一约一,700名当地居民已撤离危险区域,估计寂寞人受到火山喷发影响,索性至今仍未传出人员丧声, 37岁的安布尔·安宝梅克沃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她说她那栋有三间卧室的房子被荣言毁料,这栋房子在周五裂开的裂缝对面,当时院子里有地方冒出料一些蒸汽,但是其他地方看起来一切正常,安布尔说,周六,她收到料自己家安全系统的警报,整个房子的传感器都被触发料,这是毁灭性的,但我已经接受料,她说,报道称,荣言已经在岛屿周围, 蔓延料约36000平方米,并且仍在移动缓慢,快速流动的火山盐吞噬料一辆,停在街边的汽车,目前还没有迹象,表明容颜何时会停止,或者它最终会扩泛到神魔程度,官员们警告道,容颜可能会继续下降,有毒的火山系体对老年人和有呼吸问题的人来说,可能是致命的,美国的治教察局的火山学家温迪·斯托瓦尔·湾·斯托瓦说,现在整个火山系统中有感谢观看, 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